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大家,再见 有人突然冲向主席台,此则经过查询发现难言于中国的国家媒体央视新闻的现场直播 时间为3月6日,当时记者会主题为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 中国的当地媒体新浪新闻官方微博3月6日发文帖道 据央视新闻,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举行 邀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财政部部长南福安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就发展改革财政议算 商务金融证券等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 附赏的第二者视频显示,有人开车准备冲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办公地点中南海新华门 后被当地武警人士现场抓走 此视频也在中国的网络疯传 有人表示此事发生在今天凌晨3点左右 不过比对视频中的重要严肃发现 视频中出现的一辆白色轿车驶过的一图片 发现此类场景出现在2022年10月3日的一则无名视频中 同时在2023年4月30日,有网友发文提到 那年因拆迁上法,我在眼里门前路边树下做过没有做不理智的事情 警察刷了我的身份证,还坐上了带着警灯的车 另外有关第二者视频推特名人李老师不是? 您老师发文提到3月10日凌晨网船,一段视频显示 一辆黑色轿车仪式冲到中南海新华门前 随后一众安保日盐将驾驶盐控制并往右街方向抬着一路小跑 这一段视频被路过的车辆拍下,视频中可以看到车辆距离新华门正门已经非常接近 目前尚不清楚视频拍摄的具体时间以及事发言有 北京的相关人士对此时回应提到自己不知道此时 北京的一些政府机构官员回应提到 北京的重要政府部门出现,上访人员确实有 是不是近期不知道,中国的政府机构官方对外人员截止到现在为止 未有回应此时,这些有关新华门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新华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西长安街中段北侧是中南海的正门,也名保月楼 实践于清朝乾隆20年,1913年改建为北洋政府总统辅证门,改成新华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隐蔽及两侧八字墙上镶嵌椅 其中由矛头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南海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撤销,改成为国务院的所在地